澳大利亚公开赛办决赛,许欣以4比2击败张本质和,挺进决赛,比赛虽然打了4比2的比分,但是许欣丢的两局还是有机会拿下,都是因为最后两个球敲打没有上台,而赢下来的那次局,可以看出来张本质的比分, 张本质和这没什么机会,第四局彻底被打牙伙,面对许欣的这首虎圈球,张本质和办法不是很多,全场都打得很被动,张本质和赢过中国的顶级选手有马龙,张继科,范震东,可以说是这是国平前五号里边的三个了,范震东是在亚洲杯小组赛,已遇到三输给了张本质和,张继科可是输了两次, 就连地表最强选手马龙,也在日本公开赛出了一次,而许欣和张本质和打了三次,全部赢球,其中包括一次1比3落后的逆转,许欣对打长板的球很有信心,基本上节奏也都在自己掌握之中,为什么马龙和白赢东打得这么吃力,许欣全能轻松赢下来, 1、前三板的控制,张本质和的打法特别有特点,技术比较先进,不退台,球速度比较快,马龙的球也是以速度著称,但是还是离张本质和有了一定的差距,张继科在中国公开赛首轮被淘汰出局,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,就是跟不上张本的速度,球打得太快了,张本的球以前三板主动上手为主, 无论撑球还是短球,反手那一板杀伤力非常大,马龙在这板公开赛就没有顶住,许欣的打法在国庭也是读书一致,比较喜欢退台,像,持能力比较出色,前三板能力也不错,在昨天和张本的比赛中,张本揭发球办法不是很多,总想主动上手,但是找不到机会,好不容易你拉一个, 但是取心正手早就等好了,直接就是一板反拉,最后一局,张本开始博命式的打法,揭发球搓一板,直接用反手去拉高质量,但是全部独拉丢了, 这说明取心前三板对张本控制的特别好,二,个人气势,所有人都知道张本志和在每拿一分以后叫声特别的打,一些心态不是特别好的球员, 常常会被张本志和喊的心烦意乱,有时候看直播的球迷,都会被喊的不耐烦,这也是张本志和的特点,利用喊叫声,给对手施压,日本公开赞碰到马龙,马龙的气势就完全输给张本志胡了, 主要也和马龙在前后高高高估对手有一定的关系,看取心和张本志和打比赛,取心也在喊,喊的声音虽然不大,感觉特别有底气,气势不输对手,但论球技的话,取心已经赢了一道半,张本志和也是这两年才开好闪耀拼弹,除了日本公开赛,现在还没有拿到过其他国际比赛的冠军, 国庭队员目前对张本志和还是比较了解,最近两战公开赛,也都是输给了中国选手,其实小编觉得张本志和的威胁并没有那么大,当年波尔康成名的时候,直接赢了一大批中国顶级选手,甚至拿了两次世界杯冠军,但是在后期和中国队打比赛的时候,被中国队研究透处于全面下风,大家觉得现在的张本志, 和21世纪初期的波尔,谁的威胁更大? 和21世纪初期的波尔和20世纪初期的波尔 西纪初期的波尔 向提安! 和23世纪初期的波尔 和21世纪初期的波尔 像本志和20世纪初期的波尔�� 和21世纪初期的波尔 永绝成纪初期的波尔 英文或20世纪初期的波尔 下州的波尔 永绝将认